目前為止啦 我看了這麼多個案 他們並沒有因為吃這些海鮮餓病好 反而因為吃這些海鮮呢 可能膽固醇變得比較高 喔 或者是體重變得比較重 對 哇 比如說像我 哈哈哈哈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雙腹蜜語》 我是教你愛要勇敢說 更要懂得做的朱瓊如老師 享受性愛 從自身做起 大家好 我是林一勳老師 今天跟一勳老師呢 一起來聊聊一些性迷思 對啊 因為現在我們看了很多個案 我們發現啊 蠻多個案 它其實會從網路上去尋找一些解答 或者是平方 因為現在網路其實都蠻方便的嘛 沒錯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發現其實蠻多個案 它會有一些不同的迷思 我們統整了總共五大點 然後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 那這五大點 那我們也跟著排名喔 來 我們來從裡面統計來發現 第五名呢 就是 網路的偏方 嗯 嗯 網路的偏方 哦 但聽起來很廣欸 可以讓林老師來講一下有哪些偏方是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比較常聽到的 譬如說我們最常聽到是 吃型補型的 譬如說我們說的雞佛 哦 吃雞佛補雞雞 對 是 這是很常聽到的 嗯 甚至我也有聽到有些人說吃一些生蠔啊 嗯 然後一些蝦啊 然後一些生蒙海鮮類的啊 對 是的 那真的可以讓性工人變好嗎 林老師你覺得呢 應該是這麼說好了 目前為止啦 我看了這麼多個案 他們並沒有因為吃這些海鮮餓變好 反而因為吃這些海鮮呢 可能膽固醇變得比較高 哦 或者是體重變得比較重 這可能比較多一點 對 我啊 譬如說像我 哈哈哈哈 對 更多有脫肢而餘不急的東西都不是很好啦 對 還是要適量啦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揭曉第四名 第四名就是 男生本來就應該要主動 因為女生就是被動的 哦 怎麼說啊 林老師 因為其實看到很多我們目前的一些個案啊 你就會發現說 呃 女生啊 他們就會認為說 老師 我是女生 我為什麼要主動 這些事情本來就是應該男生要做的 怎麼搞得好像是變成是 我應該要主動為他服務 然後應該要怎麼樣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要這男生做什麼 因為別人男生都會 那這件事情本來就應該是男生去主動去做 進行這件事情的 對 常常聽到女人會這樣子認為 然後當然不是說我在為男人說話啦 有些人剛剛都說 老師你知道我現在的男人很命苦耶 你看我還要負責 哦 要主動 要讓女生開心 要讓女生爽 然後都是我在賣力 對 我覺得現在的男人好難當耶 真的 對於心慾來說啊 不是在一定都是男生主動 或是女生得要被動 有時候女人有心慾的時候 也可以給男生一些暗示啊 增加兩個人之間的情趣啊 不要性行為永遠都是一成不變 都是ABC 永遠的ABC 那久了當然會覺得好無趣喔 做愛怎麼這麼無聊 對這樣一成不變 所以呢我會認為說 不要再去看誰主動 誰被動的問題 只要你今天想要可以來點對方給一些暗示 說不定男人會覺得 哦這樣的一個暗號 或是這樣的女人的一些性挑逗 對他來講就比重樂透還開心了呢 是的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揭曉第三名 第三名呢就是 男生應該要又大又粗 太小太細的沒人要 對 好像很多女人 或是很多男人都會這樣子認為耶 是的 尤其是論壇上面 因為網路上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論壇 然後裡面都會衝刺著 譬如說什麼 我的男朋友陰莖太小 我男朋友陰莖很短 我的男朋友陰莖怎麼樣 那其實都很容易去傷到男生的自尊心 而且並不是每個女生 真的都適合一個大雞雞 譬如說像我們有個個案 他其實陰莖不細哦 他陰莖已經超過一般的男生陰莖尺寸了 但是他還是覺得他自己很細 哦 所以他對於他自己就會很自卑 因為網路上啊還是人家房間留言 蕭敏還說30公分了 對對對 真的有這麼長嗎 是啊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很容易造成他很自卑 那這個自卑的心態對於他來說 他就變得不敢交女朋友 甚至上廁所的時候 都不敢看隔壁的男生陰莖尺寸有多大 哦 原來這是因為尺寸還是令男人很在意耶 甚至還會影響到自信 不過我是要講說啦 男人的尺寸大小對老師而言呢 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啊女人的陰道結構好了 我們通常女性陰道結構在前段三分之一是神經比較多 嗯 後半段的陰道神經是比較少的 所以呢尺寸大小呢 對於女人的性高潮來說 他並沒有直接關係哦 是的 任何況真的會陰道高潮的女生並不多 對 如果根據調查來講 大概如果是要抽差高潮的話 大概幾率大概25% 甚至更低 嗯 剛聽到呢女性陰道高潮 關於這個陰道高潮之後呢 老師會拍一部影片讓大家去了解 如何讓女生達到性高潮 再一些性技巧讓大家可以學習 然後用對的方式讓女人享受性愉悅哦 接下來呢我們來公佈 第二名就是 時間決定高潮 對就是做愛時間要很長 他說讓老公至少要30分鐘他才可以高潮 是的 高潮這件事情跟我們抽差時間 絕對是沒有關係 其實啊說到時間呢根據我們研究統計發現呢 男女在性交的過程中 如果讓女人可以感覺到愉悅的時間點 我們通常是7到12分鐘 所以呢時間長短還不見得說 一定對女生的高潮是有幫助 重點是在這個兩個人在性愛過程中的互動 怎麼讓女生感覺到自己是受到尊重 然後這個氣氛是很好 然後你可以照顧到她的心 可以用一些溫柔 然後讓她覺得感受到被愛的方式 其實女生就滿足了 最後呢我們來公佈第一名 就是有關自衛的一些迷思了 這也是最常多人問的問題 沒錯我最常聽到的就是人家 就是他們常在講的一滴金十滴血 如果太常自衛我會精進人亡啊老師 所以我不能自衛我要好好的保存 我這個珍貴的金子 然後獻給我的伴侶 對傳說中每個男生都有一個寶特瓶大小的金翼 寶特瓶是多大的寶特瓶呢 還是5000CC吧 5000CC的寶特瓶 或者是250 OK 好啦畢竟只是傳說嘛 那還有嗎 還沒有什麼樣的 關於自衛的一些迷思有趣的事呢 其實很多耶 比如說包括說我如果自衛的過程當中 我自衛太頻繁 也會導致我央尾早洩 或者是我自衛這麼多 我沒有辦法把我那個精華給我的太太 她其實可能會造成我們之間的性不協調啦 或者是性愛的品質不好啦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很錯誤的迷思喔 對其實啊對老師而言呢 自衛是一個很簡單 然後又可以解決性欲的一個很健康的方式 那至於自衛的一些次數啊 或者是一些頻率啊 我覺得呢還是依照個人的性慾 就好比我都會說像食量 有些人天生食量大 當然一餐他可以吃好多飯 好幾碗飯他才能飽 有些人食量小 欸我吃半碗飯就飽 好到底自衛的次數呢 會不會影響到性功能呢 我會認為說還是在於個人的性慾的強度 對如果你今天打手槍打一次 或是今天我可能性慾比較高 我打三次 基本上都是因人而異 它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是的 因為自衛的迷思實在是太多了 甚至是你怎麼自衛的 它其實才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實際做愛的狀況 對 除了次數之外 就剛剛林老師講到的方式 好我們來聽聽有什麼樣的自衛方式 也比較容易影響到性人力的 譬如說啊擠的啊 擠的 對用擠的 用壓的 壓的 用捏的 對用拍的 喔還有拍的 對用拍的 喔甚至是用晃的 喔 或者是有一些男生啊知道 喔聰明一點喔 他知道要用我們講的路管的方式嘛 嗯 那有一些男生他就會採用一些輕輕的 柔柔的 很放慢 放鬆 甚至他現在只要有設計感他就停著不動 然後再做一下 然後再不動 喔 那叫做走走停停的方式 對 其實這些方式跟方法 不一定都是正確的 而且甚至很多都是錯誤的 嗯 所以我們要學習的是我要如何去自慰 那這自慰的過程當中呢 他其實不能夠跟我們真正的性的方式 偏離的太多 這些東西他才會影響到我們的能力 喔 所以原來自慰也有正確的自慰方式啊 是的 那下一次要不要讓您老師也拍一部影片 教大家如何健康的自慰呢 OK 還可以健康的增強自己的性能力 有沒有很期待 OK 所以各位如果說有什麼樣的問題喔 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對 或者是到我們松腹官網裡面 老師都會幫您去做回答喔 對 好啦 那松腹蜜語今天就到此為止 然後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